民眾想買快樂試劑卻又等不及實名制上路 現在藥妝店就有5萬份全台上架 早上8點開賣但架上只有10盒一季裝的雅培試劑 店員都還來不及換標價就陸續有民眾來詢問 目前藥妝店販售福爾威創五入裝4月25號開始 調降價格一盒975元平均一季195 而單季包裝也降到200元 以及雅培家用快篩單入售價也調降到200塊 另外像是全聯在北北姬桃 391家門市提供2萬組的雅培快篩 以及218元 還有全家超商提供7種不同廠牌及劑量 Seven只有兩種包裝只是價格滾動式調整 每家同路價格都不一 民眾購買也是挺困擾 而快篩實名制傳出最快5月上路 第一階段依照口罩實名制1.0做規劃 以藥局販售為主 可能的方式以身份證單雙號分流採購 政府提供5000萬劑等於1000萬人份 但怎麼買怎麼發 細節還是要等指揮中心拍板定案 常常出貨1人3人或是5人包也都還沒訂案 但能確定的是無法選品牌 就有國營事業現在網路糾團購買口水試劑 鼻腔快篩試劑 但其實這是違法的 還有公家單位在群組PO出團購價 價格要到單價180元 只是品牌似乎不是台灣常見 還標明泰國指定品牌 這些可能會觸犯醫療器材管理法 最高處100萬元的罰還 民眾購買真的要小心